亞西安峰會今天在老我首都萬象召開 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他離開白宮之後 美國對亞太區的接觸將持續 因為這關係到美國的基本利益 老我首都萬象在亞西安峰會舉行期間 保安森嚴 確保峰會順利舉行 美國總統奧巴馬抵達萬象時表示 他推行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並非是短暫的 是要確保美國在亞太發揮關鍵作用 無論他們的尺寸 我們相信大型的國家 不必須向小型的國家 而所有國家都必須同樣的規則 美國承諾加大力度 協助老撾清除國內殘留的炸彈 美國今後三年將投入9000萬美元 為老撾處理未爆炸彈的問題 配合峰會的舉行 亞先外長今天也同智利、埃及和摩洛哥代表簽署協議 建立正式聯繫